在昨天的拳打大赛当中 今年拿下拳打大赛冠军的就是 Vladimir Guerrero Jr. 那么这位名将之后 他的老爸呢 在2007年的时候在巨人队的主场 当时他是天使队的成员 曾经拿过拳打大赛的冠军 而在今年呢 是由他的儿子 当时呢 在2007年老爸拿冠军的时候 其实他的儿子才8岁 所以昨天牙利主报 帮我们整理了很多 在昨天拳打大赛当中的 非常精彩的画面 今天我要再利用一点时间 来跟大家温习一下 那么昨天的拳打大赛当中 到底有哪些非常重要的记录 当然刚刚介绍过了 在2007年父亲Vladimir Guerrero 他拿下了拳打大赛的冠军 2023年Vladimir Guerrero Jr. 他也拿下拳打大赛的冠军 这也是拳打大赛史上 唯一的一对副子党冠军的搭档 我想对于这一家人来讲 只能够说要打下拳打大赛的冠军 看起来跟他们家的血统 可能是很有关系的 说明就在他们家的DNA里面 那么当然在这个比赛当中 可以说是高潮叠起 尤其是在第一轮的比赛 就已经有非常精彩的画面出现了 第一轮的比赛 率先是由 Lewis Roberts Jr. 那么他来队上的对手 是Adley Rushman Adley Rushman这位精英队的捕手 是今年球季当中 我觉得在一开始就以单场五支安打 让大家对他留下相当印象的 深刻的一位捕手 而且在拳打大赛当中 他左右开弓加总起来打了27支的拳打 真的相当的不简单 为球的就是他的父亲Randy Randy Rushman 那么在父子两个人一起在球场上面 为拳打大赛打拼的时候 他先选择站在左边 接着下来他选择站在右边 其实不管是站在哪一边 我们都看到这位年轻的打者 年轻的捕手 他的打击能力真的是非常强 只可惜啊 在过去的拳打大赛的历史上面 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位捕手 能够在最后拿下拳打大赛冠军头衔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今年的第一 这个第一组的比赛呢 其实就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看点 尤其是Roberts Jr 其实他在打拳打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他好像丝毫都不费力 打了28支拳打 不过赛后马上传出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就是Roberts Jr 因为参加拳打大赛 在挥棒的时候不小心拉上了他的小腿 所以目前他被列入每日观察名单 他已经在西雅图接受过 核磁共振显影的检查了 就不晓得说他到底什么时候 能够回到白袜队的阵容里面 那么与赛八位选手当中 第二组呢 是由Randy Arizarena 对上的是Adolis Garcia 那么Adolis Garcia原本是我觉得 今年有机会拿下拳打大赛冠军的一位人物 但没想到他第一轮只打了17支 Arizarena的24支很轻松的 就这样他给淘汰了 那么第三组上场的选手呢 就是刚刚提到的最后的冠军 Vladimir McGregor Jr 对上的是Mookie Betts Mookie Betts还没参加拳打大赛之前 自己先帮自己落魁 他说我参加拳打大赛 志在参加不再得名 他说他没有办法赢得拳打大赛的冠军 果不其然他只打了11支拳打 也让Vladimir McGregor Jr 以26支的拳打 很轻松的就把他给扒过去了 所以当然Gregor Jr他晋级了 那么在这个第四组的一个对决里面呢 我觉得是命运的捉弄 我真的只能够帮他们这样取名字 因为在去年的拳打大赛里面呢 Julio Rodriguez已经对上过P Alonso了 当时的P Alonso就遭到了Julio Rodriguez的淘汰 没有想到今年的第一轮 Julio Rodriguez在自己家里面 在水手队的主场 在全场几乎都是水手队球迷 帮他加油助威当中 他一轮打了41支拳打 这已经破了由原本 这个Vladimir McGregor Jr 他所创下的单轮40支拳打的记录了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单轮破纪录的选手 到最后拿下全联岛大赛冠军的记录 我真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好像在过去还没有出现过 所以当然 在第一轮打了这么努力的Julio Rodriguez 他在淘汰了大白熊 而且是再次淘汰了大白熊之后 因为大白熊只打了21支的全联岛 一个41支 一个21支 中间的差距真的是非常大 所以在进入到第二轮以后呢 Julio Rodriguez好像感觉上 有点气力放进了 Julio Rodriguez打了20支全联岛 那么他的对手呢 也就是Vladimir Guerrero Jr 打了21支全联岛 所以也以一支支插把他给淘汰了 而至于呢 Louis Roberts Jr 他在准决赛打了22支全联岛 而至于Randy Arrozarena呢 则是打了35支全联岛 同样的 他也把Louis Roberts Jr 给淘汰掉 最后进入到冠军决战的 就是Guerrero Jr 跟Arroz Arena 这两位选手呢分别在冠军决赛当中呢 打了25支以及23支全联岛 赢家 刚刚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就是Vladimir Guerrero Jr 他以25支全联岛呢 拿下了这个今年的全联岛大赛的冠军 而且他也写下了全联岛大赛冠军轮的最多全联岛的记录 在上一次他参加全联岛大赛的时候 已经是好几年前了 当时是在守护者队的主场来进行的全联岛大赛 那一年呢 他一共打出了91支的全联岛 不过呢 他最后只拿到了亚军 那么今年呢 他一共打出的全联岛呢 只有72支 不过他就拿到了冠军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的 确实有一些比较吊诡的地方 不过当然还是非常恭喜Vladimir Guerrero Jr 他能够拿下今年的全联岛大赛的冠军 我想是实至名归的 因为他来到了最后 他的油箱里面还是蛮有油的 还能够把这个比赛撑到最后 以两支支插打败的对手 Randy Arzarena拿下最后的冠军 也可以说是相当的不简单 那么当然今年的 在整个全联岛大赛当中呢 一共由8位选手打出了341支全联岛 也打破了2019年的312支 这中间呢 341跟312支中间 差距也蛮大的 所以今年的这个全联岛量产 其实就8位参赛的选手来说的 其实大家都非常努力的打全联岛 才能够打出这么多的这个全联岛出来 而且蓝鸟队呢 在过去在参加过全联岛大赛的史上 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蓝鸟选手 最后拿下全联岛大赛冠军的 所以要再次恭喜Vladimir Guerrero Jr 他这次代表蓝鸟队 拿下了最后2023年 美国职棒大联盟全联岛大赛的冠军 这是非常精彩的 他在2021年的时候曾经参加过明星赛 而且呢是拿下了当年的明星赛 最后呢是拿下了当年明星赛的MVP 那大谷祥平呢他最后呢没有能够参加全联岛大赛 那么他也没有能够在明星赛当中投球 也许对于大谷祥平的球迷来说呢是稍微有点遗憾 但是我想呢没有关系 大谷祥平如果能够在下半季 持续为天使队 为喜欢他的球迷带来更好的表现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大谷祥平来说 应该也是一个蛮大的收获的 对大谷祥平